好 那我先和米莉来稍微解说一下 啊 正好开始了 那我们 分析一下江面 这个江面 我觉得还是比较爆 郭家黄盖 黄月音 还有张飞这种武家都在 就是说这个江面对于暖色来说并不吃亏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 我觉得暖色是能打 但是有没有必要去 轮软选择选择选择暖色呢 我觉得那肯定不会的 这个江面没有到那种 可以选择暖色的那种江面吧 对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知道现在三维三升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呢 就是冷色暖色的胜率不匹配 不能说达到50%对50%对吧 官方统计是冷暖胜率的冷摄方的 2013年和2014年官方统计结果 是冷色胜率应该是达到了57% 而暖色方 冷色方胜率达到了57% 暖色方的胜率应该在43% 相互应该不差0.5% 这是2013年和2014年两个版本的 313的技术组计 对 那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知道 冷色会占有一定的行动的天然优势 而这个局呢 降面反而是可以让暖色有一定胜利的希望的 因为暴降比较多 还有国家这样子能提高暖色胜率的武将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暖色一抓国家 冷色一抓刘月 拆一下郭月等一些组合 并且把刘备拿过来 米丽 你觉得暖色会继续怎么抓呢 我觉得这个降面暖色是完全能打的 应该是超过暖色平均胜率的 对 他这边拿了诸葛亮和张飞 这边也是可以 不过这抓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给了对面一个 刘备诸葛景的可以打慢的一个组合 对 就是说这个可能会走一个比较偏暴的 就是走一个张飞核心打一个二连的这种阵型 对吧 就是想在自己的二连能创造出自己优势 可能会走这种思路 我觉得冷色二抓可能会把黄盖拆掉 然后拿一个诸葛景吧应该 黄盖应该是必须拆掉这个降面 他没有选择诸葛景 他那个文凭 他把那个这个文凭可能是 想这个我觉得文凭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不抓诸葛景反而要抓一个文凭 可能他有点虚吧 可能他觉得对面郭佳 诸葛亮张飞这个阵型可能会 起手秒掉他一个边分这样 上一个文凭可能想卡对面距离 如果张飞这边没距离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诸葛亮和郭佳这样的过排量 应该是能找到距离吧给张飞 所以我觉得文凭这个上的意义不大应该 对就这个我们其实可以一个探讨 就是要不你抓刘景这样子 对方不管怎么打打慢打快 就是说都行 但是我觉得抓文凭可能还是米利那边解释 就比较怕张飞这个点 主要是看张飞会不会有距离 我觉得暗冷色这个抓战来快 他应该大概率不会浪先了 浪先去秒一个边分也比较困难 他如果浪先对面 对面很有可能就是 如果看前三章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郭佳主 诸葛亮张飞边了 不知道后面的貂蝉和诸葛景的入手 会不会让暖色这边产生辩证 其实我觉得第一手拿郭佳 是不是感觉可以稍微犹豫一下 戴周董你说你怎么个想法 第一手我觉得拿郭佳 我觉得可能稍微犹豫一下 郭月或者是起报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郭佳这一手你一抓好像不太稳 因为你郭佳昨晚一个是一个辅助墙面 你辅助的话 是不是有诸葛亮留被郭佳 那么你怎么都给拿套一个郭佳辅助墙面 你还不必说先拿出一个输出 然后这又怎么样 那你现在你只能说是去靠一诸葛 郭佳藏飞去输出了 那别了 我还是选择浪先了 那个诸葛亮手牌没关啊 我才把他不让他手牌关了 速度 他把他手牌关了 呃这个我觉得他浪先的话 听刘备月音这个棋手十二张牌 秒一个三水边诸葛亮 还是有点困难吧 我觉得 当然这也不一定 当然黄月音什么事情都可能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这样就有点冒险 因为裁判他说裁判他做 没有裁判他把手牌关了 好了可以了 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浪先之后 刘备黄月音能起到什么承认的爆发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刘跃的二连吧 让先肯定还是希望刘跃能打死一个三水边 比如说诸葛亮这样子的 对 但现在问题是刘备只认得了一张牌 你看一下他还没打完吗 因为我们直播是没有延迟的 所以是不可能开手牌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这个是牵扯到很高奖金的一个比赛 所以还是以公平为准 如果看思路的话 我们去走一些别的方式去打一些平时的比赛 对看看九首派的运营怎么爆发吧 我们来看一下黄英能否秒了三水的诸葛亮 有机会 因为以爆发能力去秒三水边的话 有机会 但秒不掉的话 面临四连的诸葛 郭家张飞 可能冷色就比较难打了 而且在文聘的回合内 文聘回合内的能力是比较薄弱的 对两个边峰的支持比较弱 所以大概就看一下这一次黄英的行动 你令你觉得呢 WB你觉得呢 我觉得村长说的道理 村长说的对 我也觉得我说的对 我觉得黄英基本上已经没戏了 这个有点悲剧 悲很大 对对对 刘备黄英起手两连动只有一点输出 这个太可怕了 有AA都放不出来 对 国家卡了黄英的AOE的爆发 不过我们间接的也看出来 其实这局冷色 也可以走一些不让先的方式 比如说是 刘备冷主 或者干脆文聘就直接 直接不要让先了 就看朱亮 郭家张飞打一四二连 也不一定能突死刘备 你觉得呢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对位的话还是比较不错 毕竟张飞对位一个四血编 四血编吗 对如果他是两个距离的话 打不到黄云英 打黄云英要四个距离 三个距离也打不到对吧 需要四个的距离 五上给张飞关了兵 让他过牌吧 还有国家的那个卖血的牌 对第五张判定牌 不对不对 他自己自己那边没有过嘛 对吧 对自己没摸 后面关了四张 看一下张飞会不会出距离 哎 一个决斗也算 要不还能多刷牌呢 但是你刚才还没说你第一轮那个国家的问题啊 没听懂 你交流一下 就是 第一轮我觉得可以千大刘备 我觉得国家是一个次要的 总之这时候我觉得是 这轮我觉得刘备可能稍微比国家 刘备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用啊 冷色直接过月了呀就 让你过月吧 你过月我刘备啊 这个看信仰问题了 就有的人过月很厉害 有的人过月就很一般 这个主要还是看 在一般情况下 很少会有人随便敢让 这个看信仰问题 你一定觉得呢 对我觉得暖色 抓成这样的话 应该不算吃亏吧 至少这个对症效果来看 目前来看暖色是不吃亏的 应该有距离了 对应该有距离了 这个这个加盟 刚才是直推文聘的一个加盟 张碑都不拿距离 肯定有距离了 对因为他 如果减一嘛 或者是两个距离的话 既打得到刘备 打得到文聘嘛 应该直接推文聘的加盟 我们来看张碑是 打打在下轮呢 还是直接就开干了 直接干 开打 对直接打文聘 直接打文聘 对这个局已经不用考虑边了 直接推文聘了 都没出A 出A的话更惨 是这个礼吧 嗯 是 这个很 常常这一轮打文聘 应该是两地血吧 应该 不会很高 然后再来一个 看看 果然两地血 就两地血 打不 有勒吗 有勒吗 应该都应该都是杀吧 还有点也是杀 3D血 3D血 这本轮把这两个 关系不破坏掉 嗯 对 就看能不能把距离拆掉了 哦 一个借刀 外头有无限读条 哦 不对 这个是必定有无限读条 必定有无限读条 王战模式 啊 啊 还带出个八王阵 也可以 嗯 这个线杆球就是很 如果宇仲妍能扛过 好 如果宇仲妍能扛过这轮的话 就是基本上 能恢复到一个 哎 对 因为张飞这个武将 基本上没什么后期嘛 主要还是一波 一波流 作用比较大一点 可不可以 这个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考虑 留一个距离 当时灌时就不用灌了 杀杀杀 留牌过 知天意 逆天难 还是 不过我觉得 他们可能考虑到 诸葛的过牌 那么高的话 再找一个距离 也不是非常非常难 对吧 现在还有很多青钢 对吧 现在需要的是青钢 其实我是觉得 他那个灌手 没有必要灌手 需要 那个石油双骨剑 可以和他 可以留一下 对 稍微留一下 因为 可以虚包打第二轮 也是可以的 反正四连吧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效果吧 如果这样这边应该继续杀国家 决斗 嗯 找 他可能怕 怕杀聘不过吧 先决斗了 杀 有A吗 南蛮 其实我觉得这两张伤害 打到国家身上是不是稍微好一点 对对对 可能他这边自己控的桃可能也不多吧 怕国家这边也比较危险 但是我现在猜的是月银肯定有桃 留的月银 我说猜手至少有 至少有一个到两个应该 对对对 冷色这边有他的概念比较高的 我觉得张飞这边这轮要打死 我们拼比较困难 除非出青钢剑这种牌 对啊 我就说我们现在找青钢剑吧 卖了一张给诸葛亮 卖了八卦 四上怎么可能卖个八卦呢 这肯定不应该啊 这个卖个八卦 这波没打起来 现在看刘飞了 看看刘备黄云云第二次行动吧 刘备云云 为贤为德 能服于人 三张 哦对 对对对对 当然有人说 四上有一个乐盼乐了 对 这边对对对冷色来说不太好 黄云云对对诸葛亮 诸葛亮容易空城 而且他现在有一个八卦正在 看下这一波刘备 貌似人多的牌比较多 看一下黄云能打出什么效果吧 好 好 我只想直接击杀 诸葛亮这个局面 没有去考虑张飞了 十一张牌的黄云 可能有连弩 但诸葛亮有可能空城啊 哦 诸葛亮没空城 连弩 这个我觉得没必要 可能 我也觉得没必要 骗了一下 直接闪就好了 青龙又不能追杀 对 如果你要真的觉得说 那个你住我量 你能正常偷住我量 为什么刘备不忍得住我来一张牌呢 对刘备 如果这边有多余的牌 是可以考虑 难道是要 杨雪是要AOE收编了 能到国家那边两个AOE 哦 有这桃 漂亮 难蛮入侵 哦果然是 国家那边虚报两个AOE 准备一波了 对 果然还是我们想到了 有 这把AOE是基本上没怎么出过 黄云其手 弃了一张万箭 南蛮好像没怎么出过 是 黄云其手 弃了一个万箭 南蛮还没有弄完 国家就一个AOE 嗯 那可能也就是想压低点血线 好让张飞那边 一会直接一波 哎呀 天过 这个过了关键 对 他可能也不敢 不敢怠慢 可能怕 诸葛亮卖到一血的话 黄云这边外衣出个南蛮入侵什么的 就第二下来的闪了 顺手天阳 哦 顺刘备的手牌 这个 可能是有一些战术性的牌 刘备说应该是上伞 或者一桃 嗯 好 刘备也不敢直接给我们聘 怕外衣在贝勒 过河拆桥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找到距离 尤其青洋剑还没出 对吧 这个可能比较需要 今夜天下 指天下大事 文明该南蛮入侵掉血了 他说里 说明手里应该是一 大半可能是一张 散案 五下 应该是有一张 散应该是有一张的 这张 五下的好处在于 起码知道正观没有说是张飞需要的牌 对吧 还有一些关键牌 比如这个五谷 最后张五谷 对 好 两三个过拆 有点 可以考虑诸葛亮拿过拆 然后国家控闪 张飞直接拿简易码 这就打一波了 对 青刚当然杀得到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锦囊就可以浪给对面了 反正就一波流了 对 张飞就拿简易码了 完了 张飞拿简易 锦囊给就给了 有一问题 如果文准锦囊 真是两张散的话 那你需要打出三张散来 无限 这个八关正一拆的话 文准非常的危险 对 我觉得冷色的这边 我觉得最多就还有一个讨半 黄游英的最后在位置排 青刚为何杀不到 这个是一个问题 难道你们不知道 二格距离是能打到文凭的吗 就这样 这个决斗 我觉得还是可以打上文凭 文凭有杀的概率不高 应该 对 文凭刚才南蛮入侵 表示手里没杀了 南蛮入侵 这个南蛮入侵 这个诸葛亮两张牌 杀 有一张闪 那黄游英应该是一闪 锁住我量 我觉得差不多了基本上 基本上暖色 这结束了 肯定结束了 再收一个队友 再还有一个吴忠对吧 大吴忠 吴忠不是被这边打扰了吗 对对对 他没拿 他拿了一个简易码 拿距离 对 拿简易 而且杖八什么还没出 杖八出了 关键是个出杖八了 那应该是 其实这局我们讨论一下 可否考验冷色 就不要让先了 就走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波好像刘备也推不死 对这把主要是在于 冷色没有一个很好的人主 就一个黄游英伟人主 或者是刘备这种 刘备黄游 刘备那个诸葛景这种武将 就是稍微给边分一点防御的武将 他可能还是有点虚吧 第二局是 不要装的能来选择前 大吴忠来分析一下匠面 这轮我们看来有绝情 然后有刘悦 玩儿还有 居然还有 雷随怪语假许的一波 那么其实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 是一个顺四连弄的责任 就是冷 就无论是冷色还是暖色 就是你第一波二连很重要 冷色就是不考虑四连问题了 就是我二连打死你 或你二连打死我 四连已经拖不到 那个时候了 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 其实包括有一些比较核心的假许这样子的武将 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对他这个应该是抢暖色 抢暖色拿国家了应该是 抢国家的一个节奏 我觉得他会拿国家之后 冷色就要考虑要不要拿大桥了 就是用用冷大桥去扛那个暖色 还是直接拆将拆黄云一小条 这种武将 对 国家 他直接拿刘备黄云 对我让先之后 如果你敢拿绝情 我就让先看刘悦一波 锦囊上海打出去 看来这个宇宗言 宇宗言应该对刘备黄云应该比较信仰 他上面上前面 上一排就是直接抓刘悦了 都不去拆绝情了 是的 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如果大家看到那个小 就是小龙吃鸦涛的打法 跟看刘悦的打法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偏南系的打法 偏北系的打法 就是像13年14年王争之战中 像南方战队的 比如像广东战队的打法 就是他们 刘潇的上场率是最高的 当地刘潇上场率最高的 而北方战队 比如说主路战队 像北京这边和东北地区这战队 它的就是类似于 关于黄盖的上场率是最高的 就打法不一样 应该是北方稍微偏爆一点 南方这边稍微稳一点 需要刘潇这种稳定输出 对 但是我不知道村长 村长是在南京生活 他之前在南京打比赛 他既吸收了 就是他跟你游领也合作过 跟足路也合作过 他是基本上 他的任何打法都是比较熟悉的 是不是村长 我是online打法 不要跟我拿面纱来分析 所以说 当年王争之战决赛的时候 欢迎新说过一句话 如果关心跟我打网纱 他肯定输我 打面纱 我没说过 我没说过 不要调查我们 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一般就全调不离间那样的 这边暖色基本上是绝情了 绝情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敢绕的阵 对吧 对 但是这把冷色应该会上冷大桥 很多人就是在讨论这个大桥 能不能到底能不能限制住绝情 照我来看的话 我觉得 虽然是不太能完全限制住 但是还是有点影响 就是对暖色这边 绝情阵还是有点影响的 大桥 我们来就看一下绝情阵 大桥流月四连 是这样子吗 果然是 刚才说我声音大 听到声音还大吗 我不大 我听见挺好的 不是观众说我很大 我大吗 品声是大 谁的声音大 我的声音大 那你声音敲点 我们敲点说话就行了 好了 现在可以了吗 还大是吗 还大 我说声音还大是吧 等会儿 我小点可以了 大桥去收两片 这个还是不错 才要听过了 才要听过来正常 我听过一个无线 现在声音还大吗 不大了是吗 好好 我应该不知道 你得问观众啊 就这样吧 那我声音也小点 但你 刚才我身边的裁判告诉我声音OK啊 也有裁判坐在旁边啊 今天晚上我们都在三国沙 尤卡主顾被大家带来的这个是2015WC春季赛的决赛啊 那么 这个台湾也很辛苦啊 台湾他们家离尤卡大概坐公交车要坐两个半小时是吧 他们晚上这场比赛要坐夜晚车回家 我们遇到鬼就不知道了 好 无限 哦 曹刀启动了 主要还是看曹刀启动 无中生有 看一下能不能起A 起A的话基本上这一局要结束了 对 还有看无限掌握的 无限应该没有了 不然他就直接无限漏了 就这边 拆手牌 这个感觉好像是有OE的动作 对 他直接去拆大桥的手牌了 果然是 那可能不要装要获得第二场的胜利 这一局就是有点冒险了 把所有的 所有的一切都堵在勒布斯鼠上 这样子的话就会遇到这种情况 来村长 就是如果这种情况 没办法 就是我们村长个米地 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面 如果你是冷热方啊 你面对暖色这个正面的时候 你愿意相信我大桥乐住你对面 然后保护我刘备 欢迎的联动 还是我愿意让仙来保护我刘备欢迎的联动 不是我会在抓杂上拆了锅 拆了那个绝琴啊 那他没拆 如果他没有拆的情况下 你现在该怎么办 哦对 没有拆的话 我是我的话 还是只能相信大桥吧 毕竟如果让仙 我觉得打此次一个四血边还是太难了 万一 并没票什么 或者漏不露怎么办 主要你上大桥了 大桥是一个没有什么后期的武将 你既然选择大桥了 你就肯定要上 肯定要不浪先 对吧 如果你上一个假许组的话 就要看对位了 上假许组的时候 你发现你 黄云英对位一个小桥 你就不一定 对吧 现在黄云英对位一个曹操 有可能可以浪先 如果当时上假许组的话 万一对位一个小桥呢 黄云英 说来说去还是一点 就是大桥的勒布斯所永远 就是方插 这我们一直讲的 大桥是棱主里头 方插性最大的一个武将 就他能得到的收益和 导致没有收益 这是很多的 这个不像说是 我孙权啊 这种棱主 对吧 这个很稳定 基本上就是 该盖一个找找桃 完了找找什么牌 过过牌什么的 大桥这种勒布斯所 本来就是方 其实话又说话 勒布斯所本来就是 一个方插性的牌 人品好了 脸红了 你天度常有的事 这一轮就是小桥添过了 如果小桥一个梅花 对吧 那也没有办法影响 后头的东西 让曹操那边也过落了 主要不知道 无限核击 无限核击 控在哪一方 这个就是 对对对对对 而且天过一个乐 就一个无限 如果大桥控一个无限的话 早上又抱不起来 是吧 结束 一般情况下 我们决心阵 还是尽量少让 但是如果保证自己的 四连成功的话 大桥既然上了 还是走大桥 就不可能让先了 你觉得呢 大多多 对 要不你就干脆走一个让先的阵 比如说是 那走假许 都是能够达到一个暖色的平均胜率的 我觉得 所以说暖色两局赢下来 也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道理吧 就是完全不是 也不是说比较意外什么的 好的 那我们来看 这第三局 刚才R点了吗 我没注意 Roller 谁的冷暖 我看一下 宇忠言扔了56 福小庄扔了43 还是宇忠言这一局的冷暖选择 对 这局降面的话 一看就比较偏后期 偏偏冷色方优势了 就没有我们所谓的 暴降上黄盖 郭佳 对吧 这样子的阵型了 所以他可能更偏向于冷色方 这种降面的话 很难暖二连打死人 或者什么样 就是暖色 可能很有可能 要被冷色抖到后期 诶 老师 可能还是先拿刘备 应该 对 这个拿刘备就没有什么问题 对面主要看下一手 这是第一手抓刘备 基本上是现在稳抓的 这边住个孙权 树上香可以拿了 树上香或刘飞 刘飞或者刘备树上香 对 看他是走什么核心吧 这边两个核心选择 主要是 或者你就干脆走刘备画陀 刘备画陀小桥这种 小驼备是不是不是比以前 对 小驼备现在是没有以前那种威力的 但是他还是能打 这个降面 好 抓了走香香核心了 反正就看吧 抓小驼备就是刘备核心 香香香香核心 对吧 不管怎么样走走走 这边的话 直接抓几个 比如是冷色的姜维 就可以打孙权主 诸葛江维边 对 现在刘备暖社来说 你只有一个三奶的了 三奶和尾三奶 这局可能就是比较偏慢的节奏了 就是可能 对双方选手 细节排序处理非常关键了 对吧 对 这个降面 我觉得冷色这边基本上已经 他已经成型了 就是孙权主诸葛江维边 基本上这样 这个组合 对 或者他有可能上个徐晃 但是对面 你既然如果可能 对面有可能混文聘主 那么徐晃就是 这放在主位的话 就并不到人 就有这个心理上的博弈 一般我觉得还是孙权主合适点 因为四联诸葛江维 能力非常够了 不需要 推到徐晃 徐晃冷主这个思路上了 对吧 对 对的 就是 我想知道这轮的 那个防管防主是 这个本轮防主是宇忠言还是不要装 宇忠言是吧 村长你知道一个奥秘 就是发生战2015年12月的一个奥秘 我不知道 就是那天是 王者总决赛 14年王者总决赛 然后那天是小龙吃虾 对的是竹鹿 那么他们出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 就是特别特别奥秘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以后可以大家去解释 很神奇的一个东西 怎么了 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冷色 本来这种降面冷色就很有的 还有一个观点 还有一个点 就是看刘备对位 是不是能对到姜维 刘备如果对到姜维的话 是会好一点 的确是刘备这边大概有空手牌 那这暖色肯定上一个 一个那什么了 一个三奶 江维对位 没对位的刘备 对于刘备好处就是挑衅的目标可能很弱 对吧 刘备如果空手牌的话就基本上挑衅不了 不过还有一点就是选择了诸葛棱主 没像我们想的孙权主 这个就其实跟我们的核心思路军 我有点像米粒 米粒可能会选择孙权棱主 对吧 当然他的想法可能就是诸葛放边有点危险 三雪边怕其右牌非常给力秒掉 对不对 对我个人还是比较比较倾向孙权主 因为孙权主其实我如果找找逃什么的 也能保卫一下边风对吧 我也比较牵 我可能是跟你在那学的吗 我也比较倾向于孙权主 当然这个也一样 反正都有能主效应的 诸葛亮和孙权过牌其实也差不多 就看一下效果 而且诸葛亮放边的话 是他可以去解乐 解得我获得那个另一个前锋的乐和兵 对 当然诸葛主有个好处 诸葛主的好处就是在于对面 对面主帅是一个白板主 就是你诸葛亮随时可以抢动 关对面白板主两张牌 然后给自己的边风送一张牌 第五张放关键牌丢 就是这种情况 对 今天在直播中还要给大家讲一句故事 关于在2014年王者家总决赛 在水利坊出现了一个叫做 online防主离奇神秘事件 这鬼故事 是真实的鬼故事 又给大家去讲那故事 一级每集比赛都会讲一段 好 等我们下次消息抽奖的时候讲 好好好 这边刘备七手杀了一刀 留了三张手牌 还是怕四连 我看这个寒冰能不能成功 寒冰见 这个寒冰成功就爽了 起码七手能打出一点点效果 但是他寒冰将尉有一个问题 就是将尉手牌越少越容易觉醒 其实冷边将尉的话 经过实测还是比较容易觉醒的 那也寒冰了 打血吧 这时候 寒冰 你看寒冰联络 关键不关键 我不知道这个联络 但是他联络打不到能 有文聘主 你万一有捡一码呢 就是跟村长去打牌也好 解说也好 你要记住 不要犯这个打三国上三大错觉 是吧 无中生有 不是一般情况下 七手牌是寒冰的 这个肯定不会打血 打着一滴血就没什么用 不管你说两张牌将尉 你让他觉醒呗 两拆 孙权两拆拆到将尉身上 他累不累 对吧 这个肯定是寒冰的 没有 正常情况下 将尉如果 冷是很容易决心 但是对面是一个文聘主 将尉有些手牌 还是用不出去 主要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 他没有捡一码的情况下 顺手杀这种牌 有可能卡住 带一包阵挑衅 说要想要有没有杀 这边 冷 那个奥连没有产生一点输出 是的 被文聘这边卡的厉害 主要还是文聘保护主卡了一下 对 对 这就是文聘笔画做好的地方了 可能 他也是希望 发挥这点作用吧 你卡这输出都起次 如果你卡一张两张顺手的话 那就赚大了 顺手能打出排插的牌 哎呀 瓷熊 调戏了呗 下点刹打出来 那回头 又能把这个生命值回复过来 这虽然想有点危险 这边有诬陷 冷色没诬陷 为什么没有先制衡啊 不知道 可能他讨白都比较关键吧 没有 这给我拆 其实是可以考虑先制衡啊 我觉得应该考虑一下先制衡 借刀杀人 看我的厉害 这样的话 我觉得冷 那个四连的话 效果不是很明显 暖色还这边 还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 危险危得 能服女人 以德服人 有人说先拆一下拼命无懈 这样想多了 就是WC总决赛 不可能用拆是骗掉无懈的 拆制衡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对 而且孙权的拆的话 一般 一般的情况下都会选择制衡 除非很关键的时候 对 除非很关键 机杀回头 或者是拆一些关键装备什么 对 原来是绝对骗无限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为贤为德 能服于人 为命 故意飞雪 给一个床位 让孙权回下血线 以德服人 下一回合 可能就达到米利说的那个效果了 重量反观 让一个白板煮 可能更酱油一点点 这个可能是孙权达不到 要不 哎呀 这个五骨好屌啊 凶了 这个五骨好屌 我欠了 对 我觉得可以拿顺手 试一下磁油双骨剑 这个时候磁油剑 可能比那个八卦针威胁更大 可能比八卦针更有用吧 是 可能觉得 毕竟打不到你这样 但是这个五骨真的太恐怖了 对 质量比较高 这个五骨 啊 呃 我觉得刘备虎选择 放电话几把 把桃和过差可以乱过去 但是文凭这边 他选择了一个顺手 可能文凭这边 是不是有减一码这种牌 你看一下吧 这个我们拿顺手 肯定是有思路的 有减一码 或者说是啊 呃 虽然想有更远的距离 拿来等等等等 或者是他 他就是想把那个 发电话直接浪给刘备 啊 这个五骨的思路 还是我们看不到手牌 还是报 对 看不到手牌 我们是没办法把 完全的思路讲出来的 就看一下一会儿 那个顺手能产生什么作用 对 他这边优先还是选择了 顺八卦针 孙老师 起八卦针还比较重要 但是 其实我 如果是我 可能会选择顺四雄了 他可能觉得 将为有八卦针 他可能觉得将为有八卦针 对他也是一种威胁吧 把将为八卦针弄掉 也是也是好的 可能是想拿一个八卦针 保护自己吗 自己有寒冰 这个拿八卦针和拿雌雄 都是有道理的 这个绝对不是说 拿雌雄就肯定对 拿八卦针肯定对 这个我觉得拿八卦和雌雄 都是有道理的 就是拿雌雄 是抑制一下对方的 回合内的能力 拿八卦针 一是保护自己 二是降低挑战 保护性的这个作用 对吧 抑制一下将为技能的发挥 这两个概念 刘备可以去扭方天化解 现在刘备放低化解 可以去打到将为了 对 就是说 这个就由那个选手来考虑 你到底是怕什么 或者是需要什么 这个就有了什么 这边拆到方天 怕刘备一会儿小AOE 那个还是比较伤的 这局真是一个慢局 还好这个online上的比赛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对吧 大都督 有是 裁判有时间限制吗 裁判主 一定要裁判30分钟限制吗 30分钟 有30分钟限制 对 我不知道 我说错了 不好意思 之前我们曾经开会讨论过 就是关于这个online 有没有时间限制的问题 曾经有关争议 哦 捧根是谁 我肯定是不是斗根 应该是米粒是斗根 我是捧根 大多都是上来逼逼我们的 逼逼村长呢 是吧 因为说实话 过年之后一直没逼逼过村长 村长的很多 私人的故事都没有给大家去讲 对 我们超个时间 下周去尤卡见个面 对 然后我们过两天 我们的那个东方老师的直播间继续开通啊 给大家讲一下村 村长这个活了这30年以来的传奇故事 就是在一个传 一代传奇的枭雄村长 那些往事啊 哎 刚才听到了村长 好像你房间有女人的声音 那不是很正常吗 房间中有男的声音 你们就觉得不正常了 我觉得刚才是正常 那男的房间更正常了 我觉得 这边 把磁雄拿过来 一会儿方便集火 两边一个冰热 磁雄打不到人啊 关键 关键这个磁雄还是打不到 还需要一个建议 那没办法 也没长距离了呀 先拿过来 我们应该是给孙权或者姜薇准备打这个 可能还还会不会再次寒冰 现在我觉得冷色方式 呃早点让姜薇觉醒会好一点 暖色方这边就是早点击杀掉一个人 因为现在比如问为什么双枪先动啊 是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刘备多余的给给双枪牌的话 双枪手牌如果一出的话 打出任何装备伤害装备经销机的话 那么是很丧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保证说刘备有两个手牌保护战 如果一旦姜薇或者村权过 冰火过热情况下 刘备有一个防御啊 是这样的 哦起了一个减一 漂亮 姜薇起距离还是比较关键的 看看姜薇这回有没有办法觉醒 如果觉醒能大幅度提高 他们的 哎呦 换成怪石了 哦觉醒了 可以 可以挑衅一下文凭 对这个是白挑衅 反正你这血 对 你这个血怎么也要废 看诸葛亮最后张手牌是不是无限吧 有可能是无限 能不能让孙权出来就完美了 哇很可惜 孙权没有出来 如果孙权出来的话 买次就非常的危险了 我觉得 再加上姜薇觉醒 看看文凭有没有无骨 破一下姜薇空城 你想太多了 什么也给你了 刚才那神无骨已经够扭逼了 冰凉困断 这个冰倒不怕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 可以考虑姜薇先动 如果孙权有什么其他的牌的话 过河拆桥 手牌 漂亮 无中生有 过河拆桥 好的 暖色一共就三张手牌 文凭一张手牌 应该是留给将位调性的 决斗 漂亮 这下的话 孙权箱有点危险 嗯 容我三思 无中生有 这孙权回合内 恩拆加决斗加万剑 基本上该做的都做了 没做的他还做了一点 不是不该他做的 他还做了一点 留给那边吃糖 对 现在只能期待于 姜薇这边 五张关心牌没有草花了 孙权怕姜薇血线太低 所以无懈了一下姜薇 反正姜薇可以关心吧 冰是可以过的 哎呦 孙权打出了成的 这是续报的吧 刚才制衡了三张 没有人去压制过孙权的手牌 对 也压制不动 主要是起的太慢了 都不到姜薇动了 乃色这边还太被动了 有点 无懈可踢 仰无懈 保一下姜薇的状态 这波 基本上暖色就不行了 你还有觉醒的姜薇 这局我觉得还是流香启动 有点慢 导致让孙权的状态很舒服 最后让孙权打出这种 决斗万箭难瞒 对吧 两拆 这种输出来 基本上 我这个冷和方获得胜利了 没问题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 三拆 少说一拆 对 双关心的话很难受 基本上没翻翻空间了 两拆还是三拆 两拆 那我看弹幕有人告诉我三拆 你别乱讲 两拆是应该是两拆一决斗 然后 两拆是一决斗 然后万箭它满 天过乐 但是我觉得这个乐天过已经没什么作用了 那我趁这个垃圾时间给大家讲这个灵异的鬼故事啊 稍稍想听一下吗 能服于人 你想吗 是这么回事啊 这个 当年呢14年呢 总决赛在水利方举行 然后当时村长在跟那个冠星在拼这个血栏的冠军 这个时候呢 就是三为三的项目呢 即将开打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使用一个服务器来进行 为了防水雕像 使用一个服务器来保证六台电脑去打 这个时候需要建一个房间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 小龙十佳的队长呢 就是蓝地啊 跟这个逐鹿的队长 这个肉肠梦啊 东方是不是 谁建 房都行 我说这个没问题啊 所以我要蓝地建的房 蓝地成为队长 房主 然后呢 我认为是没什么问题 结果呢 第一局和第二局啊 第一回第二回第二局 蓝地获得了胜利 就房主获得了胜利 你知道吗 就发生了龙主路身上的 特别尴尬一件事 肉肠当时就蒙了 就问我说 东方 我能 拜托你件事吗 我说什么事 他说 能换房主吗 我说可以 那么我在第三局第四中 第四局中 我们把房主换到了肉肠 或者换到竹路这边 然后竹路连搬两局 好 就是说谁房主 谁谁赢嘛 对 现在也是这个情况 现在也是这个情况 你早说嘛 我以后就抢房主了 哈哈 好 这第一局是什么回事 我们不知道了 我有点说啊 咋子先说啊 好 我们来看下一局 这局是不要装的冷暖选择前 对对 这个下面我觉得还是偏冷吧 应该 暖色的话 主要就一个 郭小 郭家的组合 就一个郭小 主要就是 对 他还是手抓暖色 对暖色 比较信仰 不要装这边 还是选暖色 还是会手国家吗 这个下面 占掉小桥 对 把唯一的一个 把唯一的国家 向心的队友 郭小 拆了 对 这样的话 暖色这边 郭家有可能就 留景 什么特别好的组合 他会直接拿留景吗 留景的话 对面就 雕像诸葛亮 应该 都不好打 对 这句 我觉得 有点奇怪 个人觉得有点奇怪 他留被诸葛亮了 没抓诸葛景 我觉得这一局 并没没没定义 是一个暖色标准的 可以选暖的这种 酱面对吧 其实 包括现在抓下来的话 也没有感觉 暖色特别的优势 他只是说 为了抢一郭家 而去要一个暖 我觉得 很牵强 这个理由 对 其实这把酱面 郭家组合 是可以拆掉 开光的 主要就一个小桥 其实就是一个小桥 其次还有一些什么 比较顿的肩膀 郭家下后蹲 什么的 跨托郭郭家 还有一个 对 华陀国家加诸葛亮 或者加诸葛亮 对 还有个华陀国家 就这些 现在问题是 现在问题是 这个先制短扇方 拿都是辅顾这样 没有拿输出这样 对 对面这边辽缠在 辽缠在 辽缠 诸葛景 诸葛景加辽缠 这边还得猜宣册呀 他没猜宣册 那边还有雕缠 雕缠这样子的 不过人家都用不到了 我觉得 对 张辽诸葛景 雕缠都已经很 相信非常好了 对面应该就是 冷色这边 这边就是固定了 就雕缠主 诸葛景 张辽缠吧 应该 现在2比1 不要装 领先 但是这一局 看吧 也许是我们 参透不了选手的思路 对吧 米列 我觉得暖色 可能有可能会 有可能会上一个话陀 话陀国家这种机友 对 带诸葛亮 或者带一个刘备 这样去打 对吧 那个话陀国家 怎么也是一个 过牌的二元机友组合 当然 但是话陀国家的话 你对面是冷色聊禅 其实话陀国家的话 配合诸葛景 可能更好一点 如果当时 如果傲抓的话 拿了诸葛景的话 可以打 其实话陀国家 加诸葛景 这个阵还是可以打 但现在主要 你诸葛亮 其实相信没有 诸葛景那么好 其实 诶 那个 带诸葛 你问了那个 那个诸葛亮 咱们发奖品 到底发多少个 发多了官方报吗 诸葛亮 他老家没有回我 打电话问 快点 这不问清楚 以后怎么发呀 现在我比较想知道 就是暖色 他这边 怎么上证 就是他 有可能会上一个诸葛亮 组 带郭家刘备 这样 三神 用那个诸葛亮打核心 就是郭家刘备 两个边分 这样 也有可能是郭家主 上画图 诸葛亮 这样 我也 我也比较好奇 暖色 怎么上 可以 稍微压力小一点点 冷色 基本上 就差不多那些了 因为有诸葛亮 大桥也没什么可用的 冷色不 暖色肯定不会上大桥 冷色 一看对方的诸葛亮 大桥也懒得抓了 所以大桥没人要了 后来就没什么可上的必要 主要这把就是双方各有一个判定系 就一个诸葛景 一个诸葛亮 好 这边 这边是诸葛景主 张辽 貂蝉边 想打一下四连 那边打了一个郭家主 想打一个刘备 诸葛的二连 诸葛核心 当然这个可能会考虑到诸葛先动 因为想秒三血的貂蝉 对吧 对 这个证 其实我以前也运过 就是刘备国家诸葛亮 我觉得这个证的话 就比不太理想 除非你牌特别好 一般还是很难秒人 其实 主要还是看起来 有多少张AOE了 你觉得呢 主要期待于AOE和联赌 这两张牌 好 大多多你问清楚了没 发多了他们报销吗 我是这样的 我觉得如果发多了 独练不报销 他是咱俩他是一把刀杀杭中去奔边墨总部那种独练得了 好吧 你这话放出来 我也就敢随便发了 好 这边诸葛亮起距离 急火貂蝉 这个肯定是诸葛亮先动 想方便打死貂蝉帽 貂蝉三血总比打四血的张良方简单一点点 是这个礼拜 对其实冷色这边三个人 有戒刀 这应该有戒刀的样子 对就是你放调查主或者是放诸葛锦张良主都可以 不对也不一定 换 这个细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就诸葛亮动完以后把四格的距离换成二格的 这也是让对方如果拿着距离 不能方便的去集火一个人了 大家这一点细节要考虑到 就你现在拿距离 要不就打你本来能对位打到的人 要不就打国家 国家肯定不会杀 总比留一个方天好 这也是我们平时暖色不要随便挂距离 的翻版的一种限制吧 就让冷色过牌多么 找到借刀顺手什么的 防止他们集火换了个短距离 有人说乐张良主要他们在思路当中限定的 也许能够打死貂蝉呢 对不对 这样子张良就有用了 乐张良我觉得一般是乐张良 因为张良七手五张牌 加上突袭的两张牌 解乐的能力还比较强 再加上他们有诸葛锦吗 诸葛锦 反正有诸葛锦在乐不思索 基本上没什么用 对 估计现在突袭的话 诸葛亮刘备得走一个了吧 看看四连能不能打死一个 对 看下四连能不能打死 主要是雕蝉对诸葛亮的压力太大了 过河拆桥 诸葛亮如果能空城还好一点 如果 拆加一 拆 拆只王盾 雕蝉有中美 对 中美应该是 果然有点一码 还有顺手 怪不得他没有去突刀刘备 他顺着手 加一码 他怕一旦打不死刘备 反手怕刘备打我 所以加一码还留着 挂在自己身上 安全 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虑突下刘备和国家 就诸葛亮的手牌 其实可以慢点 这轮反正你要打刘备 就把刘备的中央打牌全偷过来 不好意思 我有点错了 他改变目标了 这个机会有点不太明确 不管怎样吧 打死一个人就行了 对不对 是这个了 其实两次离剑 加一个AOE这样的牌 就可以把刘备打死了 如果对面没逃的话 现在是打死作量跟死刘备其实一样的 稍微可能死刘备好一点 决赛是几局几胜 决赛应该是 我财神本主这边应该是 还是七四 那现在是2比1 不要装2比1领先 对 这边离间诸葛景 就是为了稳定成功 怕诸葛亮留一张纱 我觉得诸葛亮这边可能有AOE 我觉得诸葛亮这边有AOE 我觉得不能放吧 这时候诸葛亮出现有一个桃 没有没有 放放 能打死诸葛亮的 国家只有两张牌 对可以放可以 AOE的话可以放 可惜没有 没有 差一点点 主要还是暖色这边 输输还是太少了 这很难打死人 AOE如果能起来的话还好一点 诸葛亮先顿吧 这也是敢大胆的把貂蝉 放在边位的一个 一般你要的貂蝉放边位 就是考虑能不能被二连秒死 就因为暖色抓到 降面并不是那么暴力 敢大胆的把貂蝉推到边位 边位的缺点是容易秒死 优点是回合行动次数多 能更好地提高 这个貂蝉的回合内能力 离间的次数更多 就这也是大胆的原因 现在排差很明显 暖色这边一过就三张牌 那肯定能 这聊神在你排差 你想比吗 弄了一张桃子 这边主要还考虑到 五股能不能摸到 有珠葛景帮助 雕缠和张罗过牌 起了五股的话 能够一回合击杀掉珠葛亮 而且刘备先持有能力 把手牌人得掉给郭佳 或者把手牌打光掉 不然的话突袭很尴尬 其实无所谓的 有诸葛景在 张辽就算不发动突袭 我也是英姿效果 也能达到作用 拿了一个棍 拿青钢吧 拿青钢打刘备吗 打青钢打刘备有可能 可以打刘备 对 打刘备可以 对 中央空城不好打吗 打刘备挺好的 就看一下诸葛景什么思路 他只是单纯 单纯拿了一个距离 他只是单纯顺了一个距离 反正战略也没什么用 其实你现在 如果坐上一个空城的话 你要一要考虑去看 一见刘备 刘备先掉一见了 这个青龙刀倒是危险挺大的 过河拆桥 那为什么不起手 干什么就要去离见刘备呢 就因为刘备有回复吗 不是 他觉得猪量三血容易能秒死 他想看一下第二轮 万一摸个决斗 AOE就赢了嘛 对吧 万一摸不到 毕竟刘备当时是地下闪了嘛 因为如果地下没闪 就离见刘备了 估计 这个糖还是蛮关键的 这是还强行红杀过牌 黑杀过牌 对对对 强杀朱格亮 这个就是强杀朱格亮了 难道张良没有杀吗 照理说应该离见张良才对 短杀 没想到吧 偷一张 应该张良明哲 一般情况下我们黑杀的话 就会找张良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以为 诸葛景出红杀要过牌 但没想到 张良是真没杀 张良是真没杀 因为张良本来就要弃牌嘛 对吧 他本来的牌就要弃掉 张良 张先生估计不是 淘就是伞啊 很多东西应该 估计还要去了什么牌 应该 有可能睡了一张 什么关键的牌 这么沉重的脚步声 现在短杀方只能尽可能的早点把AOE给刷起来 才有机会 漂亮 刚来就来一个 他关了三上 反正刘备代不代选无所谓 不过现在有一个东西来看 主要是张良不缺伞 诸葛景的时候 肯定又一定要有张伞 对 他这个走国家 肯定是第三张 肯定放了关键牌 不然就 如果走张良方向的话 诸葛景很有可能 明日要拿走 反正我们刚才说了暖色的AOE 哎呦 看过一个难蛮入侵 这个蛮关键的 AOE过一张 对于暖色来说都是好事 哇靠 三个A在一起 雕蝉 只要能保证一下雕蝉就好了 又给一张猪蝉 我们看一下 就是冷蛇方 就是目前在这几个下来 他的所有的伤害 都是离间的伤害 没有打出啥的伤害 对吧 对 基本上没有杀的伤害 而这边就是暖色方打出伤害 基本都是杀的伤害 最后一个难蛮 刚才那个是打足够的一下 哦 这一下这个接的道理是关键牌 该游户一个人怎么控制三个号了 这些新模式 统设三军 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游戏内 可以使用三个人物 武将来进行打散散 好 看看大家会不会死吧 我觉得冷色应该有可能还有一到两个桃吧 需要两张桃了 那边还有一个 呃 这个 这个 对那边还有一个青龙 青龙就下回合的事情了 对 啊 那倒是下回合的事 但是肯定还要可能费一滴血吗 这个时候就是 看是死貂蝉还是死诸葛 谁先死 对 如果奥达奥的话 貂蝉和诸葛对调的话 我觉得 暖色还是有机会 毕竟刘备2v2还是很强的 这也是 哦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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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神 不知道他这有没有无蟹 对吗没有打出无蟹 看他觉得什么 人家 人家不拿勒布斯说 这让诸葛进洞了呀 哎呦 他是想把诸葛亮先去杀掉 万一这边有桃呢 现在应该有桃 概率很低了 我觉得 对 因为前面 出了好几个桃了 这不拿勒肯定是要杀诸葛亮了呀 这没什么问题 刚才这样吧 就是刚才我们考虑的问题 就是诸葛亮放一个 万剑 放给南蛮 国家都是一剂了吧 人家还有勒 所以不拿这张勒 没杀 诸葛亮没杀 这个勒真的是太关键了 基本上诸葛亮拿了一个 对 诸葛亮拿一张杀 诸葛亮拿杀肯定是防离间吧 这个离间是防不住的 应该是 肯定防不住 只要有杀就能 而且诸葛亮那边还要杀的 暖色要被勒打崩了 看看葛亮这边能不能有 有几张杀 如果有一个桃的话 不够 一个桃不够 至少两桃 葛亮再见 这个乐真的太伤了 有可能刘备要去了 对刘备 刚才三轮刘备 刘备拿了一张杀 对 刁场五股是拿了一个戒当 现在可以考虑戒青龙 也可以考虑戒青刚 这时候 刁场一张杀 再一张离间 离间张辽 就是可以看看能打出一波伤害来 你跟裁判说一下 打完这局再休息一会儿 我们抽奖吧 两分钟 三分钟 裁判 裁判 打完以后 好 打完以后 打完以后 继续打完以后 好 神八卦 这个八卦 真是简直太神了 他本来是想 他觉得戒青龙和戒青刚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如果稳一点 还是戒青刚了 戒青刚稳 戒青刚稳 戒青刚就是稳定的 把刘备杀死 就是他一时候说 可能 对不对 他还是想在 又占这一刀的便宜的同时 又限制一下国家的距离 是的 桌鞋可能 除了你再来张刷呢 对吧 主要有点贪 但是呢 也没什么 刘备那边中个热 他下轮还是得死 对吧 在游戏里出 南蛮 收编了 这个我觉得可以先南蛮吧 先南蛮骗一下无蟹是什么 因为毕竟无尊过三张牌嘛 对 这副牌已经没有什么核心的翻牌 还有决斗吧 决斗还短一个 主要他收了刘备之后 有可能出一些什么无蟹这种牌 我记得还短一个决斗 顺手天阳 好 顺八怪了 保无自杰 看一下国家的联动 能否够打死击杀的一个貂蝉 对 你看我说什么了 还有决斗 KING的房间抽 嗯 嗯 他这样的摸到了 现在看这个桃 桃应该很有限了 基本上没什么桃了 现在排队基本上差不多了 你虽然 应该还有 应该还有 没了 再见 有 有 我记录 我觉得我 因为我数的桃好像没够八个 对对 七个 这下应该死了吧 漂亮 哎呦 强行不死 那国家要悲剧了 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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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早就崩了 国家就是要悲剧了 村长 你现在村长 我去前五步是 现在第一局 不要装 第一局第二 不要装 房主 第三 第四局 宇仲言 房主 跟去年王战 12月份的王者战角 水利方一摸一样 好了 一下子 早告我 我比赛 我比赛 多大点事了 去年王战 总决赛上 先是 小龙吃虾 两轮防主 小龙吃虾 2比0 后来 足鹿队 两轮防主 足鹿队又扳回两局 第五轮 又是小龙吃虾 防主 小龙吃虾 再次赢 今天比赛也是 第一局 第二局 不要装 两车防主 赢了 第三 第四局 龙逐鹿 防主 赢了 为什么 好吧 这个答案 刨向天空 刨向天空 刨向观众 好吧 我们先改笔份 我们来抽奖 说休息 可以了 牛点都完了吗 谁赢了 不要装赢了 你看 当 69 当防主没有了 牛点就是三点 好 这局应该很关键 第五局 天王上之战 这个的确很关键 其实 你别扯 这决赛每一局都很关键 应该这么说 对对对 我们看看这个镜面 这个镜面 其实爆降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冷色可能更优势一点点 包括我们常见的国家 黄爱只有一个关羽 对吧 对 这局就是看暖色 是走张疗 还是走刘备了 就是 一般情况 我觉得还是走六倍 这基本上冷暖 你应该会无脑选一下冷色 因为这局的确冷色比较好打 这个 我们继续 双方能不能今天去打破 这个 这个 逢主神话 我们拭目以待 就是如果 今天如果双方没有打住 这个逢主神话的话 我们就要去跟这个 就跟边风的程序员 去了解一下 其中的奥妙了 是吗 其实这局可能就是 其中张疗刘备两个选 看怎么打 欢迎你听到请问答 什么 好 你声音断了 好了吧 聊谈 上一局好像就聊谈 这局又是聊谈 对 刘悦 刘悦 刘悦加文聘 对 这是那个应该是 竹路这边第三次上刘悦了 应该可以上冷流投查了 可以考虑冷流投查 对 以后打了五局 主路三局走刘悦 对 前面两局输了 看看这局能不能 有点那个吧 夏侯渊加关羽 本来就是一个机友组合 就是夏侯渊是享有 那个关羽的中意效果的 一般情况下 他一定考虑到这个问题 拆了关羽 完了 抓了话图 对 给张飞 送你刘悦了 现在他考虑是刘悦 还是刘悦 2比2 2比2 说话 我的屏幕上没有 这个 他 他没问我 我这没有 哦 干尼张飞吗 哦 他还是对刘悦 可能信仰比较低一点吧 还是决定 已经选好了 两个编分的组合了 应该是 拆了夏侯渊 这是怕关羽 夏侯渊这个组合 也没有去抓刘悦 应该不走刘悦了 对 其实我觉得干尼可以浪一下 干尼跟刘悦是两个位置 有点重叠的 我觉得 可能有的时候 干尼的限制作用 还不如刘悦的 那个作用大 刘悦是一个暖色 比较常用的一个二连 基本上能在回合内 达到四五点 是一个 我们需求的一个输出吧 就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输出范围之内 就四五点杀 两个人在无损启动的时候 当然一般 有冷煮的保护什么的 所以考虑到这个问题 包括这里头有华陀 对吧 还有赵云 你刘悦想秒死人很难 所以就没有想走刘悦了 走方察性更强的刘悲月音 对 我觉得暖色应该是 文凭主刘悲月音编吧 暖色就聊陀禅 如果基本上不出意外 我觉得这样上了 应该是 冷色基本上聊陀禅 这就是S2版的一个 常用的这个 一个 对但是聊陀山的话 他可以考虑张辽主 冷色张辽主 起手直接突袭一下 刘悲黄云 起手 起手两张牌 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让一个话陀 作为冷边嘲讽一下 刚才有人说要拿真机一波刘 我说这是不可信的 好 那个暖色果然是信仰刘悦 这是第三轮向刘悦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对于公言来说 这局上刘悦输了不怪你 真的不怪你 因为防主不是你 好吧 主要还是我觉得 刘悦输主 人主没有什么压制 如果你刘悦输主 跟编的话 最多就调整一下手牌 就是 把红的编的多一点 对 这基本上是 秒文聘的局 因为有貂蝉的存在 就直接打文聘了 对 他七手打刘悲和打黄云 基本上没什么意义 对 黄云爆发完的话 还有可能把桃 把桃吃起来 是的 乐不思蜀 好 谁乐 这个乐 选择乐黄云音 是不是有点胆大 好 这面是文聘中了 解乐 然后踢点 对 就弹弄了 文聘没有顺手 我觉得不会强动 杀 看张良能不能闪起来 对 这个韩冰很伤的 哎呦 两张 哎呦 还有一个距离 光之府加一把 这个冠时府 比加一马 轻成一万倍 对 张良有一个距离 真的不容易 无险可敌 无险 这张无险没你打来 对 没有韩冰到无险 他还没有顺手 就一张顺 没有了 好 如果能聘 韩冰的 冠时府和张良 张良的无险的话 这一下就是韩冰 还好 第二个是加一马 哈哈 哈哈 对 有点需要 我觉得他起手 起手第一件做的事情应该是什么都不要做直接决斗画图画图是不会给他拼的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黄云一手上有杀 他是无法压黄云血线吧 应该 对对 反正黄云动画也要弃牌 他就把黄云手牌稍微轻一下 哎 主要是这个男蛮也不敢留 你知道啊 拿来吧 呃 有观众好像在问什么 为什么不A玩在决斗再顺 其实我觉得如果像决赛的选手的话应该不会犯这种失误 对就不会说是无限的男蛮无限的决斗 对对对对 肯定是防你去拆乐 你抢动是爆的一个必定会先知乐的行动 要不怎么可能随便抢动呢 是的 我觉得有过拆的话都不一定会抢动 对 是不是有顺手想能乐足掉强的情况下会抢动 当然有这样考虑的朋友应该是在排序晋级的一个正常的考虑啊 这应该支持这样子的考虑的朋友 对 刁谈我觉得还是韩冰稳一点 对 还是韩冰掉 韩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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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两个锦囊 打得很稳 李建安文聘 主要还是集合文聘为基础 现在韩冰空了很危险啊 购物卡抽几个我都不知道 购物卡这个说实话你抽什么战机秀什么的那都是才能解决 购物卡那个 我读链先生还没告诉我抽抽解决 购物卡 一会问清楚啊 反正抽肯定给抽到了抽出来的东西我们是肯定要给的 对 约应应该是都给了 呃 刘备应该都给约应了吧 没有给约应先动 看看这就怎么办 对 他就是想约应先动 然后动完之后就是刘备后补嘛 因为当时贝勒了 就算两个装备啊 这要不是 想问你不是送上香的 哦这个刘备自己又胜手了难道战战战牌可能会比较关键 一般情况下刘备可以把这个胜手给扔着给黄云 哦我就想问樱花五小屋是我认识的那个小屋吗 我认识很多小屋的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认识的 哈哈哈 房间密码肯定不能告诉你们 房间密码是里面都是比赛啊 因为你自己多了房间会造成房间压力啊 所以说大家还是踏实实的去看直播啊 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刘备手上应该是没有闪 他不敢不敢把牌给黄云 因为给了怎么了 被突袭啊 全给了就好了吗 全给黄云的 全给他爸被寒冰掉 嗯 他不过人家 拆了八八镇直接秒主了 说来说去还是冠师傅被弄没了伤心啊 现在的话就是如果这回合张聊这边没起距离的话 刘备愿意这边还有一次机会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嗯 现在主要是看这个 哎 村长你信不信 余中言一会儿肯定又说 我帮助你信吗 貂蟬 貂蟬有多杀 毕业了一张多杀锦囊 张聊直接突袭貂蟬了 或者有可能有距离什么的 哦对不管是怎么样啊 肯定是有张聊需要的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刘悦的行动 以德服人 看刘备 我要上二级了吗 叙手牌 为贤为德 能服于人 过河拆桥 漂亮 应该拆帐八 我给你点 帐八 现在问题解决的不是这个帐八的伤害 还是解决你要解决刁船的东西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是不是有人给送大宝剑了村长 不是啊 是有人帮我伸到二级了 我伸到二级了 你看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良心 而且是一个非常努力的解说 是吧 他都去向村长学习 是吧 看一下黄云这一轮爆发 哎 还是比较难打死 主要是华佗 还是怎么也算是一个标准的棱主 或者保护保护主 除非你爆发大爆发那种顺手顺手 捡一码过拆连弩 当当当那种可能 这种就很难了 还顺了病 比较比较怕悲乐嘛 悲乐 压血线悲乐就不要伤 没有乐的话很困难 如果这一轮文凭不吃两个桃的话 基本上就结束了 我觉得刘备应该给了文凭一个桃至少 应该是给了 两桃啊 两桃生保住文凭这轮不死 哦 还带了个加一码 如果不吃桃的话 可能就要跪了呀 限制连弩 连弩只能出四啥 哦 对 突袭队友是随机排去 不是指定排去 你们觉得如果当时 暖色改成这个阵的话 就是比如说刘备张飞边 黄晕英主的话 会不好一点 因为他当时可以拿到这个阵 我觉得 可以拿到这个阵 但是 如果黄晕英主的话 刘备张飞边嘛 哦 这突袭到黄晕英的桃文凭直接跪 主要是文 文凭作为一个男性角色的主 主公就比较 主帅比较怕刁船之中 黄晕英的话 至少你离间边风的话 黄晕英还可以收编嘛 对吧 哦 还有七零功 基本游结束了 对 那应该 应该没什么机会 收编黄晕英两个桃 我们先问一下 要不要换房主 等会啊 不要开始 不要开始 现在进入不要装的赛点 别开 别开啊 换不换房主 换换房主 就不是 我们先吻 甚至是 这 我们先吻